哈喽姐妹们,我是云仔 今天想给大家看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夏季妆容 首先我们用粉底液来打一下底 我用的是艾斯珀的Prote L'Oppich Q21W色号 用打湿的彩妆但轻轻拍打就行了 我认为是遮瑕度和保湿度很不错的产品了 接下来用遮瑕遮一下瑕疵吧 我用的是打湿的亮彩柔滑遮瑕vanilla色号 大家应该知道我以前说过他家的遮瑕很不错 在化解上也获得了第一名 遮瑕力度和持久度都是我认为最好的遮瑕产品了 我用的这个vanilla色号是白色透着点粉色的 所以能很好的提亮肌肤 接下来用眉笔稍微画一下眉毛吧 这个也是跟大家说过很多次的植村秀的眉笔 应该也都知道了吧 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眉笔了 然后用刚刚的遮瑕稍微整理一下眉毛 今天的妆容因为想简单一些 不画太多的眼妆了 就用打底的颜色稍微在眼周铺一下 然后再用kiss me的染眉膏稍微染一下眉毛吧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我新买的达斯的腮红 是达斯的高潮色号 在韩国几乎也是每个姑娘都用过的了 这个是我看一位美妆博主之后完全种草的一款 橘粉色加金色的粉 奥妙但又日常的感觉 今年夏天我就想用这个来当成point 点缀的日常腮红来使用 我一般会沿着苹果几涂 真的好喜欢这嫩嫩的粉色 虽然在视频里看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粉色隐约透着金色的粉 真的超级好看 完全没有负担 感觉嘴唇没有颜色有点奇怪 我先涂好唇釉吧 我涂的是艾斯珀的Selena de唇釉 是粉色系的 然后再叠涂一层菲利菲拉的Aerie Velvet Tint 8号色 这个是橘色系的 好了这样我的夏季极简妆容就完成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满意的腮红 太bling bling 太阳光可爱了 不觉得吗 而且这款无论你的脸黑或者白都能驾驭 因为有白皮适合的粉色 还有黄皮适合的橘色和金色 所以大家不分什么肤色都可以试试 自然又有生机的感觉 那今年夏天大家也可以试试这种 用腮红来点缀自己的妆容 简单又活泼的感觉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啦 拜拜